国事局大动作查税 柯妈妈也怒了 而事件发展至今 最少也得补税 甚至还得罚款 如果是借贷 那就一定应该有产生利息 那这个利息应该就要并入 这个个人的综合所的税 柯文哲向父母亲借千万买房 太太陈贝琪有出示存折 摆明有缴利息 但如果纯属借贷 柯爸爸收到利息后 得向财政部申报综合所得税 如果没有申报 柯爸爸就涉及逃漏税问题 依照规定得罚款 但如果是柯爸爸赠予柯文哲 千万依照税法规定 必须收取百分之十的税额 那以一千万来计算扣掉免税额 必须收取七十八万元的赠予税 但不管怎么看 柯家人都得付出代价 柯家人还需要缴吗 这个部分 这个是个案的问题 国税局一定会中立的立场 去处理这件事情 财政部划清界限 但是只要跟柯家相关 立刻成为媒体焦点 不赶快做出裁定 恐怕这一波风波很难结束 记者 撞回报道 好 今天的风波 其实让很多的网友 就一直在延烧 不断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那么有一些 这个相当有钱的 像是连胜文 朱立伦 他们的未成年子女财产 怎么都没有查呢 我们之前其实也在讨论 这个话题的时候 那么也看到连胜文 两个分别六岁跟四岁的儿子 各自作用三千万的股票 身价总计是六千万 小小年纪是华南金控 永丰金控 跟中国信贿金控 三家银行的股东 再来看看朱立伦方面 因为在这之前 警察院不是公布了 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吗 结果我们也看到了里面 他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女儿朱约爱 儿子朱轩宇 女儿的名下 有一千八百零九万的财产 儿子名下财产是 一千七百八十一万元左右 其实不止他们的儿女很有钱 我们来看看这个老爸 朱立伦也是身价不菲 朱立伦去年十一月申报的 存款是两千三百五十三万元 有价证券七千三百九十万 作用十一笔土地 三笔房屋 不止朱立伦很有钱 吴志阳他其实也不遑多让 吴志阳去年十二月申报的存款两千五百六十七万 有价证券两千一百九十五万 重点来了十二笔土地 哇四十七笔房产 好我们来看看 那么这里的申报数字如何呢 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揭秘 好这是朱立伦 马上要当国民党党主席的人 我们来看看他的财产申报 到底各位会不会怀疑 我们首先来看看 好我们来看下一张 在申报的部分呢 我们首先先从土地开始看起 你看朱立伦 他的太太的土地 高碗倩一直下来 好这个土地多到 你看光台北市 台南至山路 新北市 这些地方通通都有这么多的财产 有没有告诉社会大众 你的钱哪里来的 总不能说一句 你岳父有钱吧 那你岳父的钱 转到你太太身上的时候 那个赠予又是如何呢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张 好那么这个部分 也是你看高碗线 台北市 都是守善志区的路 至善路 内湖这些地通通 都是在九七到一百年 登记移转完成的 这中间当中 到底有没有逃楼税 我觉得这个财市国税局 应该去查大户的 这个查法嘛 不是查人家那个爸爸 帮小孩买房子 那一间房子的一千万嘛 不是这样嘛 好我们再接下来 再看看下面的这个部分 好这部分让我非常的惊讶 那有钱人呢 他们原来呢 都没有车 我真是替他们觉得蛮心酸的 难不成上班下班 跟平常出去玩都走路吗 好我们来看看汽车 包括了重行机车 连脚踏车都没有 送他一步 本来空白 好还有一个 我非常怀疑的地方 无比的疑惑 现金竟然是零 来导播我们看看 上面那一张 提到的部分 有没有看到 现金外币跟现金旅行支票 既然是零 那去7-11买东西 可能是赦账吧 好我们再接下来下一张 那我们再看看呢 这个部分 好存款的部分 你看这是 好那朱立伦高碗签 这真的就是 不要说富可敌国啦 我觉得是国可敌他啦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部分你看 他的子女 朱圈爱 朱圈宇 我们把这个部分的钱 通通加起来 外币存款 好我们再往下看 动辄就是几百万 几百万的存款 好我们再往下看看 下面一张 这个部分呢 是国内上市贵的股票 好这个部分也有 你看股票 这个朱圈爱 朱圈宇 这个地方一连串下来 但是各位记得 这个地方的金额 用的是票面价值10块钱 这些股票 台湾银行是10块吗 好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 好我们再接下来看看这个部分 好这部分是高碗欠的 他的有价证券 好我们再来看看债券 好我们接下来下一张 好这个部分 你看这个基金 这基金里面藏着 许许多多的玄机 好这个基金的数额都这么大 你看动辄就是百万元 这个都是百万 一百万一百七十两百一十两百 三百多四百多两百多三百多 好我们再往下看 那在儿子女儿的名下 也是一样 在这个部分 你看租这个圈爱 也这个都是一百三十几万 一百三十几万 我们加了一下 租圈宇一百三十几万 我们通通加起来呢 光是这些 一共就有一千七百万 两个子女各有一千七百多万 这个东西还包括许多股票 是票面价格 许多基金 我们完全是不知道 这个钱到底是多少的 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要说的是 没错 他们在这个财产申报上面 我们相信他如果他是非法的 应该会被纠举出来 我说的是应该 但是这就好像顶心说他们没有捐献给马英九政治现金 却担任他们的竞选的工商后援会的副会长 你相信吗 也就是说他公开申报的这一些都是国内的资产 在国外的部分 在未上市股票的部分 完全没有揭露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相信这一些文武百官 他们报税的资料是真的吗 JAMI 当然这里面所做的两件事情非常有趣 第一件事情 他的股票的部分 当然是以面值方式来计算 所以他可能这雨的金额是超过那个金额 那一般我们来说 比如说刚才里面谈到像统一超 统一超现在平均股价大概在两百块左右 所以一张是二十万 但是如果你用十块钱来计算的话 他一张只有就是只剩一万块了 一万块跟二十万差几倍 可以差到二十倍 所以所赠予的金额当然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内容 而且里面你会看到他的整个资产配置 现金比例跟这个所谓的股票比例 竟然可以等于是相同 一半一半 大概一千跟八百 可是问题是 你这个现金比较多 但是那个股票并没有实际反映那个金额 你刚才以这个统一超来说 可能差距就已经到二十倍 所以我刚才扫描他的股票 平均来看大概差距应该有差不多八倍左右 所以用八百万乘以八倍的话 八八六十四这样懂了吗 这金额就可以感受到他的膨胀性 所以其实我们这部分 是不是应该要旧时来报告呢 旧时来说你的资金 你的股票转移 应该是以当时你的 这个我们最简单的方式 像我们现在在交易的时候 常常是用禁止来计算 我先不用你的股价 你禁止部分就可以显示某种程度的真实感 这是第一个 第二届是其实我们针对所谓这些所谓的 就是我们说过去的高官们 他们工作时间三十年 年薪你都可以算出来 可能他一辈子都是公务人员 好了 其实我们现在在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只是单纯现在你看得到的 其实我们比较好奇是跟两岸关系 比较密切的那些高官们 因为最近有些数据显示不得了 某个特定的高官 他因为流走两岸 他竟然可以拥有房产超过三点六亿 三点六亿什么概念 就是他的工作是三十年 三点六亿乘以三十 除以三十年 你知道每年可以赚多少钱吗 每年可以赚 一千两百万 他薪水有这么高吗 三点六亿 对啊 我这么说 基本上你在我们公务机关 以总统来说的话 一年一个月也不过四十万 一年也不过四百八十万 就他可以赚到比总统更多的钱 你不觉得这里面很吊诡吗 当然讲出来他就觉得 你这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要回到联盛文 联盛文的资产总共是一亿四千万 对 一亿四千万 那么一亿四千万 如果除以他四十岁的 因为他过去的经历 赚了钱大概够他花费 我们都知道 因为他工作实际 就是只有那两份工作 一份是实习 实习就不用算 因为实习薪水不多 一个是正式职务是两年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就是基益 基益capital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悠悠卡 那那个钱基本上 他老婆一个趴就一百万 所以基本上 那个钱的生活会发掉 所以他这一亿四千万 怎么来的 这有趣 如果你是正宇 乘以四十岁 一年你知道多少钱吗 一年被正宇三百五十万 但重点来了 他们家有几个小孩 就是说连占家族 有几个小孩 是四个小孩 我们在所谓的正宇的时候 是什么正宇 是当时正宇就一百一十万 一百一十万是几个小孩 四个小孩 所以四个小孩 那连占跟他的太太 可以正多少 两百二十万 但是有四个小孩 所以平均每个人 只能正多少你知道吗 五十万 这是正宇就是看 你的小孩多少 不是每个小孩都可以拿 四百四万四百三万 不是是你小孩的平均值 你只能正宇这个金额 那就不对了 一年差三百万 我们再说一遍 希望有国税局的 在里面 联盛文的财报上面 他有一亿四千万的约当现金 或者现金 但是他四十岁 所以每一年 他父母亲赠予他三百五十万的台币 可是在早期年代里面 有四个小孩 所以他最多一年只能拿到五十万的赠予 那中间差了三百万 三百万乘以四十岁 就多少 四三一十二 就一亿两千万的问题 有问题 那一千万都去查了 这一亿两千万为什么不查呢 因为我们知道 这有一个比例 好了 我们再第一点 第二点 那么我们以 因为联盛文说 他自己的钱都是靠自己赚的 可是我们估计 他过去那些工作 基本上就够他花费 大概也存在了多少 那为什么 曾经有个资料显示 他投资evenstar 可以投资到八百万美金 那这八百万美金怎么来的 那我们最低税负制 只要你境外所得 超过这个六百万以上 现在大概六百一十万 六百一十二万 你就要磕税了 你就要磕最低税质了 那奇怪了 他今天这个钱怎么来的 有没有赠予 是国外赠予还是国内赠予 那我们再往前推 当时联盛文住的 这个纽约的房子 根据媒体显示 是他姐姐的房子 那房子可贵了 他那是在纽约里面 我估计至少几百万美金跑不掉 那问题来了 联问信那时候几岁 联盛文二十六岁去美国 那联慧希了不起 就是这个二十八二十九岁 那二八二十九岁 他就可以在这个纽约最贵的房子 大道上面 拥有这么贵的房子 这钱有没有人去估算 好了 那更说一遍 她的姐姐当时在三岁的时候 就可以有农地 农地还可以变更成建地 有没有人去查 没有嘛 所以我们今天是个对等的 还有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有人家里有网生 就再见了 其实你去问就不知道到底这个网生的这个亲戚 口袋有多少钱 其实不用担心 你只要去问财税单位 他一打就可以知道 你能够要网生基金 在哪里有账户 账户金额是多少 在哪里有投资 连OBU都可以查出来 结果有六百人去说 去问联慎文 去举发联慎文的资产的时候 竟然跟周遇控的说法是 财税单位说 那你要提示对方的账户 我如果有联慎文的账户 我就发了吧 不是 这点不在这里 这点是说今天假设 你有家属不见了 再见了就是去见上帝了 那么财政部单位 可以立刻打出这个人的名字 把他所有的账户名称 全部都出来了 所以今天有人举发 不是我们去举发 他到底有什么账户 如果今天有知道账户 那为什么 这个如果按照同样的道理 同样道理要账户 那表示举发 这个科批的 这个一千万的人 他就一定拥有科批的账户 理论上这样子 那为什么财税单位 会有科爸爸的账户呢 我还记得 这个是媒体写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很经典 这个讲一部电影 就是美国有一个总统 他去他的太太不见了 就是再见 见上帝了 所以他去交一个女朋友 那个女朋友就说 你怎么知道有电话呢 他就笑一笑一笑 因为IS都有 懂吗 财税单位拥有你所有的资料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 跟你要你什么账号 因为他只要打进那个人的名字 账号就有了 所以我们做对等的方式 那难道这个举发的人 会有科爸爸的账号吗 那不觉得奇怪吗 那谁提供这个账号的 好了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你当你看到 赞宇的金额 只有110万 夫妻两十 220万的时候 四个小孩 每个人平均可以到50万 结果连圣文有1亿4千万 我们政府不去查 但是1千万的钱 不知道账号是多少 但是我们政府去查了 所以这其中 就是让大家就是 生气就这个地方 我们也对国税局的SOP 说我们要尊重 就是我们尊重 但是到底有没有真的的SOP 我们有点怀疑 SOP它是肥皂吧 我可以加一点东西 因为你花很多时间 在连圣文的部分 可是刚才 文哲人花了很多时间 朱立伦 朱立伦 朱立伦从初到到现在15年 如果照您刚才的说法 有价证券的话 那就不是1亿多了 好几亿嘛 对 如果你要念 这15年他做了什么事情 没有啊 就顶多选了四次选举 到去年为止 就算他每一次能够拿个 一两千万回来 不过是顶多五六千万 那他选举都不用花钱吗 还是他通通在收正式现金 是不是 那这几年他当县长当立委 钱是不够花的 光那个薪水是不够花的 那请问在15年之内 他15年之前是个大学教授 太太没上班嘛 累积这么多钱 不是他自己的钱 他整个小孩都可以给啊 但我们有时候问说 你看说那3.6亿的那位先生 你只是看到那六户房子 对 我只能看到房子而已 你还没看到他儿子的 那个公司的资产 他还投过那个什么 太富豪什么的那个金店 他是股东之一啊 跟那个大陆的金主啊 而且所有的股东他都参与一咖 过去在台湾不过是酒店咖 不不不 就是这个跑套 跑套 跑套 结果后来都没有钱了 不过经过几年 因为对台 对大陆工作以后 想不到全家都变成富豪 富豪这个最名流之群 所以我们政府是不是应该查一下 你查了一千万也没有意义了 对 这些人 这些大户都有个特色 就是没有车欸 这蛮可怜的 车是 你脚上车都没有 车的话一般都是做租赁 没有现金 这些用公司然后做租赁 所以车的话那比较小事 也就是说他们都有很多车 可是他们都十几部车 我听说 车很多 但是都是挂公司 然后挂租赁 所以等于是都不会 抱在他个人身上 但我要问的是说 好 那包括朱立伦 你的两名侄女 就说你是不是真的按照规定 然后每年给侄女 如果这样算的话 应该是一个子女 给每年是110万嘛 就两个人220万 那你是不是每年都给 就是你有没有 如果国税局要查朱立伦 你给这两个子女 加起来1700多万 1800多万 那你是不是从他们刚刚 应该现在还未成年 那到底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每年按照一定的 这个赠予的比例 然后帮他们买这些 包括基金 或是包括其他的存款 因为包括上海银行 这些存款也都是 五六百万以上嘛 余甄 余甄 光是现金的话 对啊 他儿子女儿都成年了 是 对 按照数字 除以110万 就成年了 都成年了 没错啊 所以照理来说 应该是如果照规定 每年给的是110万的话 那他们早就已经给了 就说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连续给了十几年 那你的小孩几岁 其实国税局这些都可以算 那而且真的是很清楚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国税局 有多少 你的银行账户有多少 你的土地 你的房子有多少的话 其实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除非你是像我 我跟刘文雄有财务纠纷 然后呢 我去这个设定 就是要求他支付命令 这样的话我也可以花五百块 然后从财税资料中心 调出所有他的财产资料 那所以 你包括我们现在给特征组 或是给检调单位 你要查林盛文的钱很简单 甚至我们在讲说 包括最近我们在了解罗志强 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当的 政治什么政治现金 你一直一再保证 那你就调这个财税资料 调他的财产过来看 包括他的哥哥 你就调来看 看有没有相对的 就是跟他的财产来源 相对的财富 这就很清楚了 跟收入不服的 对啊 其实要办这些人 有没有贪赃亡法 非常非常简单 可是你偏偏是选择性的 你对柯爸柯妈 你对柯爸爸这个一千万 就是因为蔡振元 你检举说 对 你借他一千万 那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借据 然后或是说 不然的话 你这一千万 你就需要矫正与税 他用的是这个部分 OK 那所以我们也 其实任何人 比如说现在 我们也可以检举 朱立伦 你给子女的 有没有这个超越正与税 超越正与的范围 如果有的话 超越这个范围的话 那你就补税 一样是可以 这些人海外都没有资产 如此没有国际观吗 这些人 爱国爱国 爱台湾 这明显的事情就是 我们现在的政府 其实他不太去在意 到底你在境外的资产是什么 但是有趣的事情 在必要的时候 就有一股莫名妙的钱 可以从境外过来 而且我们政府 完全没有任何的知觉 尤其这次TDR出来的时候 某某的一个两岸的高官 他竟然可以拥有 两千张的康师傅TDR 你知道两千张什么概念吗 一张四万块 两张多少八千万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工作 因为我们算过嘛 三十年的工职生涯 如果每一年 一辈子也赚不到 你八千万 我这样讲 什么人可以拿出八千万来买 只是买一张特定 我說一个特定的股票 通常我们在资产分配裡面 你真的要去买一个特定的股票 应该是 对 十倍钱 那是八亿耶 我们政府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个人 这些人 他们从事两岸关系 这么明显 而且白纸黑纸上面 证明一件事情 他可以掏出这笔钱 不论是他用转投资的公司 或者他自己口袋 那你转投公司 也是要你口袋的钱去投资 我们政府没有feu 我们谈的事情是一个八千万 可能背后是八亿的资金 结果我去查的是科批的一千万 其实我这样讲 那个刚才那个画面也写错了 其实不是 因为他只有 如果是单独赠予给一个小孩 最高可以赠予到四百四十万 跨年再转这个赠予是八百八十万 所以一千万减到八百八十万 实际上真的要缴税是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里面十八 也是十二万而已 比利息还低 比那个十三八利息 但是今天科批不愿这么做 因为他认定 这就是借贷 借贷就是借贷 他不是赠予 所以如果他从赠予来算的话 其他只要补缴十二万 十二万怎么来 就是他的媳妇 不是有拨十三万吗 十三万利息里面拿十二万去缴 他说这十三万呢 是这个孝卿的钱 然后里面拿十二万就搞定了 可是人家说借贷就借贷 他不是这个赠予 所以都把话讲那么清楚 但是我们政府还要继续追杀 你看我们刚才财政部次长说什么 我们一定会以中立的方式来进行 中立 那我请问一下 当时我们昨天来的一个来宾 上面秀出来一件事情 是连MG有没有发开发票 由你们财政部都写出来的 那个应该是检查单位才做的事情 这件事明明就发生在台北 怎么问是中立 所以我们关系的是 那个财政部次长 以前还是我们在股票市场 我们最敬仰的 我们最敬佩的 对 我们最近他是从小的科长 一路我们一路看他 看了我们台湾资本市场崛起 就是他怎么从金管会转到财政部 态度转那么多 而且这次包括高铁 包括这些案子 他都有参与 似乎是一个追杀者 我们不懂 一个政府自然从金管会转到财政部的时候 他的脑袋会转那么多 还说什么中立 中立拜托你 TDR那八千万麻烦你去查 这个高官怎么会有八千万 好这种事情呢 这种不公不一的事情 就麻烦政府就多做一点 因为这样子我们的话题不断 我们收视可以一直在创新高 谢谢你我们稍后继续 请不吝点赞